在基督的带领下 圣公会救主堂致力于实践神的诫命 爱神和爱人 圣公会救主堂是一个在1950年代 由铁路工人发起的小型聚会 起初教会只有不到80名会友 1978年圣灵大大充满了我们这小小的聚会 教会迅速增长 不得不搬迁到一个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地方 1987年我们搬到了现在位于玛格丽特 通道130号的限制 如今圣公会救主堂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 拥有超过4500名会友 圣公会救主堂继续作为女皇镇的核心社区教会 张开双臂欢迎社区所有人进入神的同在 每个周末我们举办十场崇拜 为不同年龄层和为不同团契组别量身定制不同服饰 在圣公会救主堂每个人都有安身之处 在圣公会救主堂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致力于认识神的话语 追求天国的价值观并影响社区 我们的家庭宣言提醒我们要时常欢乐 时常肯定 时常连接 时常饶恕 时常聆听 和时常团契 圣公会救主堂设有众多兴趣小组 如攀岩、绘画、舞蹈等 工程员之间及女皇镇社区进行交流 我们很高兴看到通过这些兴趣小组 建立和加深会友之间的关系 圣公会救主堂大家庭致力于在女皇镇 以及在女皇镇之外的地方未审发光 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避风港 正如我们的牧师常说的一样 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救主堂与善牧堂 My Savior's Church 圣马太堂和圣安德烈城市堂 一起被分配在新加坡教区的第二区组 区域分组使我们的教区能够整合资源 彼此扶持 共同为上帝的国度效力 第二区组是圣公会 新加坡教区的七个区组之一 教区一共有27个本地牧区 二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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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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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敬拜祢 感谢祢赐下雨水滋润大地 主 这时候求祢挤起我们的心 用心灵尘世来敬拜祢 愿我们敬拜蒙祢的耶娜 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祢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成长 来见证荣耀祢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主内还有先生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圣山一堂三位一体后 第十九主日 圣参崇拜 诗篇六十七篇三到五节 诗人说 神啊 愿列班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 愿列班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让我们起立唱入电视 赞他 赞他 一辈自己来敬拜上帝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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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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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或坐或跪 反思我们一周得罪神又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大家一起认罪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缘以和行为上得罪主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束缚 本性软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道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结心毁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又施恩 让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灵 阿们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设罪的恩典 全能的上帝 愿意饶恕一切真心毁罪的人 愿上帝领虚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各位众请起立 等蒙上帝欢束 我们也应当彼此欢束 让我们向大家问安 请不吝点赞 大家继续站立 荣归主颂 为愿在上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有平安 人都蒙恩 我们赞美主 称赞主 敬拜主 荣耀主 为主的大荣耀 感谢主上帝 天上的王 全能的上帝圣父 主独一圣子 耶稣基督 主上帝 上帝的羔羊 圣父的圣子 除掉世上罪的主 联明我们 除掉世上罪的主 联明我们 除掉世上罪的主 允准我们的祷告 坐在上帝 圣父 右边的主 联主我们 因为基督独一为圣 基督独一为主 基督独一以圣灵 在上帝 圣父 荣耀里为之上 Amen 今天是三位一体后 第十九主日 让我们以本日注文 大家一起祷告 全能的上帝啊 圣子以为我们 预备了 又心又活的道路 主主 施给我们 纯洁的心 和坚强的意志 以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你 这都是靠着 我主耶稣基督求的 Amen 会众请坐 我们请 一名姐妹 还有许长华 来读今早的经文 今早的经文曲子 以福所书 第五章十五节 读到二十一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观音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犯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但用诗章 宋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 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先读福音书 请慧众起立 福音书起子 遗憾福音 第六章六十六至七十一节 愿荣光归主 从此 他们 途中 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说 我不是捡献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列人西门的儿子犹太说的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骂耶稣的 请闻到此读笔 这是基督的福音 愿荣光归基督 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被你所拣选分别为圣的族群 主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接受你的教导 我们在你面前也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来跟随你的道路 求神你就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 再次明白你自己的心意 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 来为你发光作言 我们交错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我想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去想一下我好像几个月 不是几个月 一个月多吧 没有在这边来分享了 但是我想当然并不是偷懒 我还有在其他的教会做见证也还是要讲到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十月份了 而在整个我们的日历的运作当中 你会发现到说哇年底又要到了 又是有过没过又是一年就这样过了 我那个控制跑去哪里了 放在裤袋里面 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当中呢 的确一下子就已经是新的一年 我想刚才我们看到说 这个崇拜之前我们播放了这个 这个教区所制作的一个关于堂会的这个影片的介绍 我们的教会是在一开始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介绍过了 当然慢慢慢慢就是我们圣工会在新加坡有二十亿个这个所谓的教会 而在这二十七个堂会当中呢 陆陆续续就把他们过去教会的一些事工来在整体整个教区里面来介绍 如果你们有错过一些教会的在教区的网站上面呢都有放在那边 所以你们还是可以在教区的网站那中来看 那今天所介绍的这个旧祖堂我想旧祖堂刚才所介绍的大概在五十年代 或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 当然在旧祖堂在圣工会我们的教会当中呢 三德烈其实加起来人数还是多的 第二是旧祖堂 然后第三应该现在是圣约翰圣玛格列堂等等等等 三一堂是怎样排呢 你们去算好了 但是就是说给我们看到这样一播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历史比他们还长 我们八十多年了 八十三年他们应该还少过我们 但是整个教会的发展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说 教会的发展就是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弟兄姐妹 怎样的来一起的推动 教会的事工 跟一个家庭一样 整个家庭同心合一 把整个家庭建立起来 所以我想放映这些影片呢 主要是帮助我们能够全面的认识教区 然后我们也能够从不同的层面来一起的投入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也是 我们也希望说作为圣工会的会友 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教会的不同 而我们也能够在这不同当中 我们能够彼此学习互相的来鼓励 其实在我们整个教区里面 在我们来看说每一个教区 每一个教会都是在不同的地方 来做主的工作 所以没有说好坏等等 而是说至于教会 是否有没有确实的活出上帝的教导 回应上帝的这个呼吁 来一起把教会的工作来推展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摩 也盼望我们能够一起的来面对 教会未来的挑战 今天所要分享的课题 当然有一些改变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改这个题目 面对网络科技的冲击 我想整个这个时代 已经是无可避免的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数码网络的这个时代 你喜欢不喜欢也好 整个东西都是在不断的在改变 我妈妈是跟我住的 所以有时要带她去看医生 我相信我们现在连长的都知道 你去这个政府的诊疗所 你去的话呢 可能有的人不懂 其实可能有的懂 其实你可以在电话里面 先按一下排队的号码 然后你去那边 就直接的到那个 他所规定的那个门枕的那个门口的号码 你直接哪一楼哪一个 哪一个室 然后在那边等 所以这个已经是不断的在改变了 已经是排除过去那种 早上五点半你要去排队 然后一开门赶快冲进去等等这些 所以很多已经在当你拿的时候呢 看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其实去那个拿药的地方 说我要送药 他就安排一下哪一个时间把药送去你家 你要还钱的话呢 也不用还 就是说你可以事先安排好了 他就直接扣等等 只要你银行有钱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用紧 所以已经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说便利吗 的确是很便利 但是对不懂的人呢 就惨哦 就整天在那边转来转去 不懂要怎样做等等 其中有一次我也是不大熟悉他的运作 所以通常一般上 奶药是最后就是奶药 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那我那一次的是奶药还要上去 要看一个医生 但是我就直接 以为是奶药是在最后的 我就直接去那个医生 那个门诊的地方在外面等 等到每个人都进去了 为什么还没有轮到我 我就进去敲门跟那个护士小姐说 为什么还没有轮到我 他一看哦 你错了 你这个应该要去那个奶药那个部门 他把它输入电脑 我们这边才会显示 你的排队号码 所以你就要根据他的这个流程 来配合 使到整个服务能够到位 所以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未来 我们在面对 或现在 我们已经直接的 面对这些冲击 过去政府不是给我们CDC voucher 懂什么叫CDC voucher OK 就算你这些数码的在你的手机里面 你拿去小贩中心或超级市场买东西 只要里面还没有用 按按一下 他扫描一下就过了 OK 政府也体谅一些年长的部会 所以可以去这个民众基督部 还是等等 拿那个印刷纸板的 OK 就是他给你印出来 所以慢慢慢慢 这些指的都要淘汰了 慢慢慢慢 你如果手机 或你不会应用的话 你就变成少数民族了 或特别需要者 要去排队了 其他的人就不用了 我想我们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我们的时代的步伐 时代的运作都已经改变了 但是对我们来讲 特别在信仰方面呢 我们就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挣扎 在我们现在网记网络的这个时代当中呢 我们现在的对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怎样的配合在这时代当中一起的来前进呢 当然圣经没有网络 OK 耶稣时代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是很先进了 我们也常说 耶稣时代的处境和我们现在的时代的处境不一样 等等 但是我们就发现到说 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呢 如果我们不根据现代生活的步伐 我们恐怕将会追赶不上 恐怕会落后 甚至我们过去去年 前年我们教会生活营 在注册的时候 其实注册我们就分成两种 在英文堂的他们用手机啊 什么照照一下 弄弄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当时的筹备五言会 还特别说 散会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的counter OK 有人帮你来处理等等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 我们会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一些人很熟悉没有问题 有一些人需要帮助 明年的生活营 我们的报名也又要开始了 所以同样的不用怕 不会的还是会在散会后 有帮忙报名什么等等这些 但是也就是说 当这个时代不断的在改变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做一个相对的改变 我们在同工也在谈的时候 明年我们还要不要印这个纸的 这个周刊吗 可能我们不要印了 就是全部在WhatsApp里面看了 OK 这个以后才来讲 但是你就发现到说 我们无论这个科技的改变是怎样 信仰 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我们在我们的现代生活的应用 将会是怎样 所以面对这个时代的改变 面对苦旧的十字架的信仰 我们怎样的在这个时代当中 借助这时代的方法 把信仰表达出来 刚才我们谈到说 在这个网纪的这个时代当中 特别数码科技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人工智能 就是所谓的AI OK 这个人工智能 让我来示范大家 这个 一下 我就尝试在电脑里面 我就告诉这个 CHATGBT 就是说 写一篇有关 三一堂 85周年的字词 其中提到三一堂 在平安邻里中心的工作 不要太长 只要120个字 OK 不到一分钟 他就出来了 OK 他就做好了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庆祝圣三一堂 85周年 感恩上帝的带领 通过平安邻里中心 教会积极服务社区 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与个人 这些年 我们见证了生命的改变 也实践了爱邻舍如己的信仰 未来 我们将继续携手 传递基督的爱与和平 推动教会事工 更加深入社区 愿上帝祝福圣三一堂 使我们继续成为他爱的管道 谢谢大家 我可以走了 有时 我只是叫他写一百二十个字 我要叫他写两千个字 他还是会给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 假设 那时我不懂还在吗 85周年你叫我写一封信 写一个字词 然后我就用这个AI这样弄弄一下 不到一分钟两分钟 整个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你就发现到说 如果你要一个人写的话 哇他还要去想什么字啊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可能快也要两三个钟头 把它弄美出来 但是现在三个钟头跟三分钟 你就相差 像我这种比较差的 要用三天的话呢 哇 那个更惨 所以整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顺便谈一下 如果学生 老师叫他写作文 他就是用进去里面 按按几下 眼睛关了 开了就出来了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修饰等等 但是你会发现到说 这些所谓的人工智能 他已经是大大的超越 我们用能力所能承担的工作 而如果我们看这个 所谓他所呈现出来的 如果我不讲的话 可能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受 很符合我们教会的用词 至少他一开始 就以弟兄姐妹来称呼大家 不是女士们 什么等等 就是以教会所用的 然后他也用感恩的字 又想要服务 爱人如己 传递基督的爱 等等这样的 所谓教会的字眼 所以 假设我们在面对 未来的许许多多的这些问题 其实现在你接受 受到银行的那些 所谓回复的这些电脑打出来的 都是靠这些了的 就是把它打出来 当成白纸黑字 一个所谓的一个证据 你可以收起来等等 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个是在所谓的人工智能 但是也在于我们生活当中 它已经是很普遍的 慢慢的已经轻视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各个层面 就正如刚才我说 如果你去Poly Clinic看医生的时候 那个排队的那个程序 那个法宝珠给你的那个做法等等 这已经是跟我们过去所面对所体验的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在星期三的报纸 刚刚出版 我们的总理宣布 要所谓新加坡智慧国2.0版本的出炉 OK 就是说 从以前我们在推展这个科技数据的这个发展当中 也就是说 政府还是要继续努力的 在这一方面来加强 所以这些一加强的话呢 我们就惨了 就一直要学了 因为没有办法了 就是你如果不学你就落后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将会影响我们各个的层面 在智慧国2.0的这个当中呢 其中有三个大的层面 一个是信任 所谓的信任呢 就是不用知道我们了解掉这些的这个网络的情况 杜绝那些诈骗的 杜绝那些造假的言语信息等等 构造成一个网络更安全的环境 当然这个是政府的工作 然后第二方面呢 讲到成长 讲到成长的方面呢 就是继续不断的在推动 加强 然后到头来呢 在不同的领域 特别在当中讲到说 连小学已经开始教导了 然后以后在整个教育的体系当中 就不断的在加强 从小学开始也就是说 至少这些学生以后成长 出来社会做事 当时我们可能都不在了 就是说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个数码的世界 已经可能没有所谓的纸张 没有所谓的 在有这些所谓的一个硬体的这些 你保留啊 你慢慢的发觉到说 现在你孩子如果出生的baby啊 没有抱生子啊 你懂吗 没有抱生子 这样随着孩子 全部电子啊 就好像你现在 你的手机里面 有一个电子的登记记名证 也是一样 这个是跟你真实的都可以通用的 同样的 现在结婚 也没有这个结婚证书了 你懂吗 OK 当我们在主持婚礼的时候 还有签名啊 他告诉我们 这个只是象征式的 OK 就是说 哇 签名比较正式 拿了拍照 比较有那个感觉啊 其实真正的就是那个电子的版本 不是那个纸的版本 当然可能死的人就不知道了 连死亡证书也是电子版的 所以没有那个纸的 纸的 他给你电子版 你要你自己印出来 但是还是以电子版的为根据 所以也就是说在未来这些都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可能以后常常出国的你也知道啊 虽然我们现在还用我们的passport什么什么 慢慢的不用了 用你的脸走过就是你出国了了 回来 所以你不要整容啊 你整容回来看不见 关键是因为你是谁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整容啊 出国整容 OK 所以你会发现到整个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 所以这些一定要不断的成长 它不同的层面都在改变我们 不同的层面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 OK 你说我不要改变 以前我知道这个智能手机出来的时候 在我们在做牧师的群体当中 有的我坚决不要用手机 那种智能手机 他甘愿用以前的那种啊 打号码 暗暗的打号码那个 不要这个很麻烦这个什么什么 但是你可以忍一年两年三年 现在没有了 GSN没有support了 电讯没有support 3G啊 现在是4G 5G 你要不要用 你一定要用的 要不然的话 你就慢慢慢慢的脱节 所以也就是说 在整个智慧的这样的 数据的这样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层面来成长 OK 这里说政府会投入1亿2千万的人工智能科研计划 OK 1亿2千万 我们没有这样多钱的不懂是多少 OK 只是懂1亿2千万 然后第三方面呢 跟我们很有关系的 就是关于社区 让更多的人能够提升数码的技能 OK 当然 这个第二点就很重要 继续保留关键的实体服务 照顾有需要的人 OK 所以还会有这些 但是不论如何 这些发展就是不断的会推动 不断的在进行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科技 面对这个时代当中 这个环境 这些事项的这个改变 我们应该是怎样的 现在年长的弟兄姐妹 我们出去吃东西很纳闷 还有一个牌在那边 叫你点来点去 如果我相信 如果你去 就算你带你的孙子去吃McDonald的时候 可能是要你的孙子帮你点 然后叫你付钱 真的 你不会咬的 你不要乱乱按按按按按 20分的分割出来 所以已经是这样了 你去用餐也是 叫你弄一下 怎样怎样怎样 OK 像这些东西 越不敢做 就越害怕 越害怕 你就越疏远这些东西 但是到头来 你就越吃亏 所以我们已经是进入这样的一个层面 生活被这些科技所所谓取代或更新 那我们要怎样的来面对呢 我想我们从最基本的当时 刚刚出来 2G 3G 4G 5G 现在研发当中6G等等 OK 这个所谓的G不G 这个东西是不同时代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数码科技 其实主要是在于它的速度 主要是在于它的稳定性 所以现在的 在5G 6G的发明研发当中 所谓的无人机等等 已经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运作 因为整个这些无人驾驶的话 就是就算没有人驾驶 因为借着这些快速的数据传递 指令的传递 所谓的这些机器人 或这些没有人操作的机器 还是能够自然的运作 所以我们已经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处境 慢慢的以后司机也没有工作做了 慢慢的以后很多的这些工作 就好像说写这些的 都已经是有这些人工智能来取代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要怎么样呢 还是用钱好了 有钱就是king 叫小贩不要叫我点 来不要叫我按 你要什么我要叫什么 OK我老子有钱 你还是可以这样 但是不一定你到处能够吃得开 在这个AI或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中呢 其中有一项就是 以后的世界 这些非常模糊 真假很难的 所谓的分别出来 你看一个视频 可能是我在讲话 其实不是我讲 是别人用了我的声音 别人用了我这个脸 然后把它要放的信息放进去 然后当你收到的时候 以为是我在讲 所以特别现在今年 或我们在来年大选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些法力 支持这样的工作 因为可以用不同 谁都可以用不同人的脸 讲些什么话 然后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说 在整个悉尼 虚假的世界当中呢 我们若没有分辨的能力 恐怕我们就跌进 这个诈骗的这个圈套里面 所以数码科技的发展 这个趋势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就算你自己要封闭你自己 你也不能使到这些科技 应做你的极限而停顿 当然在日新月异的改变当中 我们就需要不断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学习 来寻求进步 而生活根本是脱离不了这一切了 现在你坐飞机 不用去拿飞机票了 登机牌不用了 就是全部在数码化了 它就是你给你的手机那些资料 它印上去 或者你的这个 这个passport号码弄一下 它就知道你要去哪里等等等等 所以整个科技起带了人工的时间 所以我们是面对这个情况 你面对你都感觉 你面对你都感觉 措手不及 你在想想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在面对的过程当中 无形当中 不是谁能够掌握的好 是你和你儿子之间的距离 是你和你孙子之间的距离 会越来越远 你讲的他听不懂 他做的你不知道 以前我讲过 我孩子里面银行还有多少钱 那邮差寄来信 银行的那些担账 偷偷看起来 他还有钱 现在没有了 现在全部在他手机里面 你不懂他有多少钱 他有也不告诉你了 所以现在什么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到底他有钱有多少 有这样多给我一点点而已 他也够 但是你真的完全不知道 以前我孩子读书的时候 你考多少看一下 后来还到了中学 把它印出来给我一份还可以 读了大学 跟你讲及格就及格了 不要问太多 是这样啊 你问的是不是 像我们家里一样 所以你完全不懂 他是什么了 因为都在他手机 他要跟你讲你还懂 他不跟你讲你不懂 所以变成说 那个距离就越来越廓 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要怎样的来弥补这样的呢 甚至我们还发现到说 他要跟你讲 他要跟你讲 是他要你知道的 OK 他不跟你讲 你也不要问太多 有时候我们 有没有女朋友啊 不要问这样多啊 不要惹他讨厌啊 所以 或者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想说 这些便利 这些所谓的科技 使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或整个家庭生活的距离 它之间的那个距离是越来越大 而如果没有注意到 也没有及时的了解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整个家庭的矛盾 整个家庭的冲突 能够就更加不断的在这个过程来升级 所以我想在整个面对这些的时候呢 坦白说 我们真的是无助的 因为我们不是科学研发家 我们不是在最前端 去做研发的工作 我们是这些产品 这些研发之后的 所谓的使用者或受益人 所以 别人已经做好了 推到你面前 你不接受你就不能生存 你不要根据这样的一个做法 恐怕你就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的手机是怎样 你叫你的朋友教你 哇 没有问题啊 人家很有耐心教你 你问你儿子 儿你的话 跟你讲这样多还是不会 这样笨的 叫你不要按 你会不会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啦 所以不是你们而已啊 所以我们都有共同的 生活的挫折所面对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科技 其实它不是应用方面而已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慢慢慢慢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距离 那个洪沟就越来越大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科技的东西 坦白说我们的政府是用心良苦啊 你们去这个联络所 还是民众俱乐部 它有专门的柜台 帮助老人手一对一的来 手把手的教你们怎样用这些啊 不过用来用去都是不会的 这个 不会就是不会 不要怪我 我不是讲你们啊 不要等下来骂我 因为为什么呢 也真的是有很多的步骤 有时懂了这个又忘记那个 因为这个东西是关联起来的 所以政府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 要帮助要怎样 其实如果你年级还在65岁啊 像我这种年级啊 假设啦 上帝怜悯 还可以活多30岁的话 65加3 不要这样长了 65 OK 算85了 65到85还有20年 还有20年的时间 所以一定要学啊 如果你是70多 什么啊 学一点点就够啦 不用紧啊 能够用EasyLink买东西就可以了啦 不然65岁啊 前后啊 要努力一点 要不然被淘汰的很惨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 你不去学的话呢 你越怕他 你就离他越远 你如果只是说你愿意学的话 你就能够更加跟进 很多时候有的人说 唉呦 这我不敢啊 等一下诈骗啊 包括钱啊 全部拿去 我就知道 这些一定是很有钱的人啊 他怕诈骗的啊 我们这种五千七角的 所以 当然 我的意思是说 对有一些 你只要说不要随便去按 不要随便说 人家叫你什么 你就挟他按按按 到头来 你不会的话 问人啊 OK 问女孩子又被骂 我不懂要怎样的解决啦 这个 但是无论如何 要懂得学啊 就好啦 OK 怎样学呢 来星期五 活力 活力星期五之后啊 以后 小云就坐在那边 帮你按 OK 这个 OK 我想 大原则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需要是怎样的 OK 当然 圣经时代没有数码 圣经时代没有现在这样 整个手机当中呢 哇 整个万花世界都在你的手掌里面 但是问题是说 这些资讯 你一个手机里面 资讯真的太多了 多到你不懂要怎样 来 去了解 所以 有的人专门就在 那个YouTube里面 哇 今天黄山 明天华山 后天就五夷山 然后就峨眉山 哇 就看风景咯 人家游戏的 然后 OK 明天就是 宝岛 然后海南岛 还是 马尔代夫的哪一个岛等等 哇 这边里面都有这些的 介绍到一大堆的 所以 有时我 我就 跟我太太说 哎呀不用气啦 这样美了 看了回来也是忘记了的 你就在YouTube里面看就够了啦 然后还跟她讲说 我骗她啦 人家拍的比我们更美啊 然后那个角度我们都不要 也真的是这样 但是 你就可以说 这个手机啊 你在整个里面 哇 各样的信息都有 但是在最终呢 其实在这一切里面呢 首先是要用手机 或我们怎样做人 在 诗篇五十一篇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 重新有正直的灵 我们有纯正的 心态 我们在使用这些科技的时候 我们能够懂得应用 在整个在面对不同的 资讯的选择的时候呢 你要懂得分辨出来 其实在网络当中 你看的这些信息 这些数码科技数 其实后面是也有一大群人在操作的 你说诈骗集团 是有一群人 怎样的来 我前天还刚刚收到一个电话 一听到 你要把这个电话记下来 我的电话已经换了 他用这样的方法 记下来电话已经换了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引诱你 问一句话 你是谁 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 他就有理由了 我就是那个你小学的什么什么 然后怎样 就慢慢的来进行他的这个目的的东西 所以你要懂得面对 懂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在整个网络 有时大家喜欢听时事的新闻 消息 骂哪一个政府 用哪一个 这个里面很丰富 什么都有 其实这些也是后面有人操作的 有一些人出钱给这些人制作这些节目 专门讲这个不好的 有一些人就给出钱给这个 专门讲那个好的 所以已经是是是非非了了 所以你喜欢看的 就看的很有味道 你讨厌的跟他一样讨厌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懂得分辨 到底我们这些信息 到底我们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讲 到底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会被这些影响吗 OK 所以到最终回到上帝面前 我们生命的正知 然后第二方面呢 我们要看到说 上帝喜悦的是什么 我想我们在各样的信息 在这些信息当中 到底我们所领受的 到底这些所传讲的 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 是神的从神而来 还是属世界 还是在其他的方面 人家要误导 还是要来进行某些的推销等等 所以我们需要查验 那你说 我去看那些理由的 没有啦 这个没有问题啦 理由的这个 但是里面也有很多不健康的 或者是说 以前你没有接触过的 那你就要问 这个是不是你应该 继续的 因为到头来这些已经是 没有一个 有人在那边跟你来说 可以不可以 到头来是你自己 要问你自己 可以还是不可以 最近我们新加坡 应该是劳工部吧 有一个政策 教会也需要跟 就是说 如果有员工提出 要在他工作时间 要求 所谓的 灵活的工作性质的话 每一个公司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措施 来回应 来所谓的 检讨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要请求 适合 因为现在我们的劳工市场 很紧张 有的人生了孩子 他可能说 我只能做两天的工 可以不可以 等等 等等 那我们作为一个公司 所以做老板的又要头痛了 应该要怎样 我在讲我们教会的同工的工作 我们也面对着 这样的一个冲击 因为现在 准备奖章 准备这些 你不一定要在办公室 你在哪里都可以 但是 是只有在办公室 才是办公吗 在不在办公室 不算办公吗 所以我们也在思想说 怎样的在 这个时代当中 怎样的来面对 到最终我们还是做判断 到底我们这样做 符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服事的理念 符合我们 在回应 事工当中 我们所当做的 同样的 当我们在面对各样的 变化和挑战当中 我们也要查验 哪一个是上帝所喜悦的 当然我们在今天读经的时候 一直讲到说 我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一昧的人 当像智慧的人 一昧和智慧 其实到最终 是这个决定 这个做了之后的 那个结果 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思想 我们所做的 所要采取的 这个策略行动 到最后我们的后果是怎样 到最后我们怎样的来回应 我想在整个谨慎行事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一句话 早知道 早知道这样 早知道那样 早知道就不用了了了 这样做了了 还有什么早不早的 但是你就要做的时候 你就要思考 做一个 当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做决定的根基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到 那个后果将会是怎样 会影响你一个人呢 还是影响整个家庭 或甚至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 你所带出来的这个破坏是怎样的 当然 第四方面呢 我们是要知道说 我们的信仰 耶稣说 这个西门彼得回答 耶稣我们所看的信业 没有永生知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有人说 哎哟 你为什么用佛教的事啊 这个归衣啊 归衣就是穿黑跑了咯 这个就是归衣啊 其实这个归衣啊 是归属 而不单单只是某种宗教特用的字眼 我想到 我的意思乃是说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是归向耶稣的 所以也就是说 在很多时候呢 不是我们不要做 不是我们不敢做 而是 我们在面对的时候 我们 不要不愿意这样继续下去 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 因为我们有着上帝作为我们的带领和引导 所以当面对着许多的挑战 假设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正直的生命 是一个纯正蒙神所喜悦的 我们警示行事 我们愿意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进入整个科技怎样的变化 到头来无人机也好 以后我们的人的生活倒是怎样的时候 我们却不在这样的一个改变当中 我们失去我们自己 不在这样的一个改变当中 我们被科技所俘虏 成为科技的囚犯 而不是一个新造的人 有着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来应对着这一切 我们同行祷告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 主我们唯有在祢面前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改变当中 承认我们自己的渺小和不足 但是求神祢赐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个时代的改变 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懂得在这个世代活出一个 你所喜业的 也懂得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当中 的改变当中 我们怎样修补 怎样维护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们和儿女 甚至亲友之间的关系 祝祢就帮助我们 作为教会整体 使到我们能够更加能够彼此提醒 也彼此的支持 在教会在前面生活的道路当中 我们一同的来面对这些挑战 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谢谢罗主教传讲上帝宝贵的信息 的确这世界是一直在改变 我们很多时刻我们都想象不到 但是我们抓住我们的上帝 我们上帝是以前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我们一直要靠着我们 抓紧我们的上帝 现在啊 请回中站立 让我们以唱的方式 用尼基亚信经 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祝福 祝福 中文字幕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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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神出来的生 从光出来的光 从神出来的折扇 生上的五十倍长的 如我一一一一 万无多世界 祝福受盛力 祝为了拯救我们 将来降临 有生命 来连同降临 我一如去藏路上 明朝为了在那流泥暗和熟下 为我一世自家 为我爱我爱草 朝乡几下如我 生日处在独立永远 将满滨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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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上阿弥陪主 明知生命的能源 从不自主来临 与独自同上敬畔 往上尊重 将满滨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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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跡滨的独立 将满滨的独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祝福新加坡能够继续保持政府的诚信和连结的作风 并保护国家免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 也求主亲自的安慰近期在各类的这个极端天际当中丧生的遇难者家属 主我们也同样地求主祢祭念我们的教区 特别今天我们为着救主堂的各位的牧者同工和信徒领袖 为着他们能够不断地深化与你自己的亲密的关系 并带领他们和能够积极地融入教区和促进不同牧区之间的合一以及合作 求主祢也继续地纪念我们教区乐林五宴的各项筹备都能够顺利地进行 以及保守所有的参与者来回形成的平安 主我们也恳求祢继续地带您 我们教会在与这个乐林平安群区社区圣诞聚会 以及本堂圣诞五宴的这个筹备进展 以及引导我们2025年家庭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之间 都能够有美好的佩搭 也一同地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营造一个温馨的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营会 使得我们也能够一同地在教会当中 来过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 我们谢谢主 求主也继续地纪念我们的主内的肢体 特别为着会考的学生黄家俊弟兄 也为着怀孕者来王家瑞姐妹来祷告 并恳求你亲自地医治我们当中所有软弱的 这个病痛的肢体 特别纪念此时正在医院接受各项检查的林秉辉指示 恳求你亲自地来顾念她 赐给她都有心灵的平安 能够透过医生的诊断 使能够找出这个病因 以至于能够及时地来使身体痊愈 我们谢谢你 也求你也纪念在越南的王小凤姐妹的 这个事工以及她的身体健康 我们如此地祷告祈求 来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 阿们 弟兄姐妹 现在是家庆分享时间 首先我们欢迎弟兄姐妹 出席今早的圣餐崇拜 请问在当中有没有新来的 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都没有啊 都是老朋友啊 好 等一下上会之后 我们于去教育厅享用今天的茶点 在茶点当中 我们可以彼此交流 彼此 就是彼此的建立 勉励 这个十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啊 如果 等下我们会也是在教育厅 有一个生日的祝福 在教育厅的时候 一起请你留步 我们有窃当高 还有牧师的祝福 如果你 现在在当中请你站立好吗 我们为你做一个祷告 对 好了 包括我 我也是十月 OK 好 好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是恩典的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 在十月份的生日当中 能够站立在你面前 也让他们在生活当中 继续的仰望你 无论是在他们的工作上 生活中 或者事业中 都能够引领他们 好让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继续的仰望你 将这些福气赐给他们 也包括他们的家人 我们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请坐 待会查点之后 我们有祷告会 十一点 在楼下大堂 请主长 领袖们 或者弟兄姐妹 来参与这个祷告会 祷告会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 为我们的事工 一起来 托住 祷告托住 那么我们的活力 星期五照样的 在每个星期五 这一期是 蔡与传道 分享 神真的喜欢我吗 请弟兄姐妹 如果 有时间的话 可以出席 我们也有赞美钞 所以你也可以做一个运动 接下来是洗礼 课程 愿意要洗礼的 欢迎来报名 向我们的 各个牧区 或者是小云传道 来报名 真正的洗礼 是在12月22号主日 在12月22号 请向我们的 小云传道来报名 OK 还有三课 还有上五个课 10月13号 到11月10日 这是我们的 活文堂指示 请留意 我们在10月19号 星期六 早上十点 我们有线上回忆 请预留你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 我们的英文堂 青少宁营 他们是在 11月1号 对不对 11月 他们是在 12月15号 到18号 总共有 这几天的 营费 他们的 营费 大概是 营费是 50块 所以 报名结局的 其实在 11月3号 如果要 详细的 你看周刊 然后他们也有 一个衣卖 在 就是 T恤 这些购物贷 这些购物贷 到时在 11月17号的时候 主日的时候 在早上 10点30分 到下午 1点30分 在楼下的 教育厅 他们有这些 一脉筹管的活动 接下来就是 圣诞节的 聚餐 我相信很久 我们都没有 这个聚餐的 因为疫情之后 所以这次 我们记得 我们 在 12月25号 崇拜之后 我们 在 12点15分 我们去 那个千禧楼 享用 午餐 就是 就是 爱宴 我们的 爱宴 所以每个人 是60块 如果你是 提早买的话 50块 一桌 500块 这是在 11月3号之前 之后就60块了 OK 结起日记是在 12月15日 等下楼下的时候 我们 售票的方式 他们会跟你讲 怎么去买票 接下来是我们教区的 这些曙光音乐剧 上次已经 讲过了 这是奉献 我们 身为基督 我们应该当行的 有各种方式 好了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们请献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用 使徒助文 彼此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阿们 好了 我们起立 我们唱奉献诗 数算主恩 一切歌颂赞美 都被我祝贵 一世 你是美的歌颂 你会赞美 我们的光 我们的高尚 不谈 不高聚也 四世 对 月 你会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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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会赞美 你会赞美 就 你会赞美 映美 上词兴 fault 那天的两房 归在 kanssa 不是为了点 den不散 魂归归在任地上 例如 gur in the person 归在梦里不何我会 cred 我如何告然是 魂归累最vet处 aw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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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这里 你们心里当仰望主 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 这实在是对的 也是我们的本分和喜乐 无论何时何地 借着你的独生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将感谢和赞美归给你 圣父上帝天上的王 全人永生的神 主耶稣是生命的道 借着他 你在起初创造了万物 并且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主耶稣降世为人 且死在十字架上 借着他的死 你使我们从罪恶中得着释放 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升他到你至高的右边 借着他 你赐下生命的圣灵 使我们成为属主的子民 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 即在天上的会众 一同称赞颂羊主荣耀的名 常赞美主说 圣灾圣灾圣灾 天地万君的主 主的威严充满天地 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 阿们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那 会众请跪或坐 无论